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一個新的創業個案叫做哲學新媒體 聽起來很難從名字就了解他們創業的目的跟11提供服務有哪些 所以我們請到了共同創辦林恩來到現場 先跟大家打個交互吧 大家好 是的 林恩先介紹一下 哲學新媒體的創業所提供的服務 跟你們的工作員的背景是什麼樣子 OK 我碰到很多人常常聽到哲學新媒體 就以為我們是傳統媒體 但其實我們是新媒體 所以其實我們主要是透過網路的方式 然後來傳播哲學的內容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的創業這個目的還蠻簡單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讓一般大眾 能夠有機會接觸到哲學 然後瞭解到哲學的魅力 最低限度就是希望他們不要誤解哲學就可以這樣子 那比較高目的那是希望說他們能夠 因為我們認為哲學是很有價值的 好的東西這樣 那可以透過我們的傳播 因為我們的英文名字是 Philosophy Medium 那 Medium 其實它是媒介 然後我們有一點自詩我們自己是通靈人的那個感覺 就是我們是作為一個媒介 然後把哲學智慧 這種東西 跟一般人 社會連結在一起的一個中間人這樣子 那社會大眾有任何需要哲學的地方 那他們來找我們就對了這樣子 您的創業團隊你們的背景大概是怎麼樣的組成 我們這個創業案一開始其實是我們的另外一個共同創辦人鄭凱源 他就是在網路上寫了一篇部落格的文章 然後 就是完全是透過那個文章 然後集結到一些對推廣哲學 傳播哲學這件事情有興趣的人過來 然後大家一起來構思說到底要怎麼樣做這件事 那大部分成員在我們 就是大部分成員在創業之前我們是都不認識 所以我們完全算是一個網路的方式去 去進行創業的這個方式 那我們成員其實大部分都是哲學系所畢業的 大學生 碩士生博士其實還蠻多博士 然後有一些是對哲學很有興趣的人 然後 或是他們自己自許自己是哲學的人 然後來共同做這件事 那我們團隊裡面現在主要其實有 六個夥伴主要核心的 那有一些外圍的合作我們大概十幾個這樣子 那成員有一些是網路工程師 就是幫我們負責我們現在正在營運的這個網站 所以目前的營利模式是什麼 營利模式的話 我們現在主要提供的是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我們主要是一個網站 然後透過網站上面的 我們有一些哲學的相關的新聞報導 然後 哲譜的文章 介紹哲學的文章 然後還有透過小說漫畫影音廣播等等各種方式 新媒體嘛 對那這種方式來傳播 然後吸引到大家的注意 然後我們會提供哲學服務 主要現在大部分像我們自己會辦講座 座談 一些就是傳播哲學的內容的活動這樣 那其實接到比較多案子是一些學校單位 高中啦大學啦 還有教育部的一些單位 然後他們會請我們去教高中生大學生哲學這樣子 那這個主要是我們的營利模式 這個部分容我插個嘴啊 目前為止教育部都還沒有改他的 這個講師費用是一小時1600塊 兩小時3200塊 三小時4800塊 那這個實際上 以吃飽飯都不夠了 是是蠻困難 那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透過活動 就是我們是在像我們在卡斯坦辦過非常多活動 然後都是收費活動這樣 那另外就是我們有開發哲學商品 就是我們希望就是透過一些 其實哲學裡面有很多素材 可以讓我們發揮 然後去設計一些比較類似文創商品吧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販賣這些商品 讓一般大眾透過這個商品這個東西做媒介去 瞭解到說為什麼我們會 會設計出這種商品 它跟哲學有什麼關係 透過這個方式去了解哲學 一方面達到傳播目的一方面讓我們賺到錢 讓我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一路聽到現在 我其實對於哲學服務很好奇 也就是它不是陽光空氣水 它也不是布丁麵包蛋糕 沒錯 你要怎麼讓消費者覺得啊我需要 然後我願意花錢買 這個其實是我剛到目前為止 我一直覺得很困惑的部分 這個部分你們怎麼克服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其實是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好的哲學內容 但是其實一般人不知道他們有哲學的需求 那其實我們是相信或是我們認為說 任何人都有哲學需求的 那這哲學需求大概是在什麼時候 譬如說夜深人靜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寂寞覺得冷 心靈空虛 或是你的人生階段一定會碰到一些重大人生事件 生老病死 結婚生小孩 等等這些問題 當你碰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你的哲學需求來的時候 那可是一般人在碰到這些狀況的時候 他們因為不知道什麼是哲學 然後不知道這個其實是要透過哲學服務去滿足 所以他們可能會透過一些 不那麼適合的方式 譬如說 這我直接插嘴 所以在現行的選擇裡面 對 馬周伯 心理醫生 跟亞里斯多德 也就是你們是在我最右手邊這個選擇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人其實習慣於最前面的這一種 然後中間的是實體的有健保給付的 然後最右邊的是我要自己掏錢的 這個部分 實際上你們這樣非常落實 因為前面兩個選擇他要嘛比較強 要嘛成立比較久 要嘛需要的費用比較低 那你們怎麼把這個部分 變成一個可說服他人的一個商品 我認為這個是我們現在一直還在很努力的找 到底要怎麼讓一般人知道這件事 那其實我們就會發現到 剛剛我其實有提到 就是一般人對哲學很不了解 甚至是誤解很多的 那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其實我們後面好像也沒有辦法做很好 那所以我們這個公司一開始的主要目的就是 我們很了解那個傳播的力量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新媒體的方式 像我剛剛提到說像我們網站上 會透過很多方式去讓大家知道說 哲學大概是什麼 就是他就算那他怎麼樣來 一開始能夠去注意到說 會對什麼是哲學這件事情感到好奇 那我覺得傳播的手段跟方式是很重要 就譬如說像我們網站上面會有 比較輕鬆的方式 譬如說小朋友或是國中小 他可能就會對看漫畫有興趣 那我們畫漫畫畫有關哲學的漫畫 那會引起他的好奇去進一步想要知道說 那如果這是這樣子的話 那哲學還有什麼他感興趣的事情會尋找 那譬如說我們也有提供哲學小說 就是我們網站上會有一些小說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們比較特別的是做哲學的新聞報道 因為我覺得我們認為說就是一般大眾會對哲學陌生誤解 其實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很少接觸哲學新聞的訊息 那我們是透過我們夥伴其實會去參加 比如說校園裡面或是說 像前日子香港有辦一個Sundell他到香港去演講 那這個活動其實就很大 那我們那邊有香港的記者就是也是夥伴 然後他就報導這個新聞 那我們就把這個當作是一般的新聞爆出來 然後把他那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爆出來這樣 那這個是哲學傳播 但吃飽了嗎 也就是各位是受過如此高等教育的大部分沒有博士的成員 但教育部最多只能給你1600 然後大部分活動又是非引力的 現在損益兩頻了嗎 我們現在算是因為我們公司才剛成立 我們是大概1月底2月成立 所以其實我們還算剛在起步 雖然說我們前面之前已經花了滿長一段時間在經營我們的網站 但這個其實基金哪一來 我們現在其實有在 這個其實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然後其實我們現在就是計畫在做群眾募資 然後我們其實也有考慮要再跟台北市申請這個創業補助的計畫 然後之前其實我們有參加過社會 好像是勞動部舉辦的社會企業的創新創業競賽這樣 就是我們其實是透過一些 其實現在政府老實說對創業家其實滿友善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些資源去做這個事 另外我們現在主要推就是 最近要推出就是做群眾募資這樣 希望一般大眾他們如果覺得哲學教育是有價值的話 那希望他們可以給我們一些資助 然後讓幫助我們去 在這個其實點至少能夠 能夠跨出這個很重要一步這樣 居長你覺得你能給予他們什麼幫助 除了現場掏一千塊給他們之外 其實我導致這樣聽起來 但也許不夠了解 可是我覺得在定位上其實要先確認清楚 因為你在申請各種補助的時候 其實所有委員還是會先問定位 這個定位來自於你到底是一個NGO NGO他是為推廣哲學教育 推廣哲學的這個概念 或者你是一個社會企業 你希望在推動這個哲學過程中 讓他達到一些社會性的目的 還是你是一個純粹的企業 你是以賺錢為目的 你的商業模式會成為最終的考量 那這件事情你沒有分清楚的情況下 你去爭取各種補助即使是跟創投 他沒辦法投你的 他要先知道你到底是為了做什麼 這事情需要分清楚 那跟你的任何的操作型態就開始受影響 他的運作模式也都會做改變 所以我自己聽起來這部分 我還沒有聽得很清楚 他到底會是哪一類 那這個即使不管你是跟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在申請各種補助的時候 我相信所有委員都還是會先問這個問題 宇凡那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給建議的話其實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只有在合作 那我們能夠提供的協助像是共好企劃 讓他們直接來進駐 有點像打工換宿的一種概念 這個是已經在進行的 當然在建議方面的話就是 如同剛講也是保持經濟的寮寮 因為其實我以前是行銷出身的 所以對於行銷來講 沒有看到就等於沒有發生 所以很多事情其他其實是很棒的 像剛剛講的馬周伯 心理醫生 可是我覺得中間可能還有一大段是 可能自己喝酒 然後再來找哲學家 那這一段的話其實 搞不好該找酒商贊助 你可以配著酒來聽哲學 這還蠻酷的 對 那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可以協助他的部分 就是在行銷的面向 或者是品牌或企業 他們會需要很多的訓練課程 其實不一定學校 他一次拿可能就可以拿16萬 不一定是1600塊 對於品牌也會很需要哲學去來講 他剛剛講到說其實不一定要 尋求那一些可能比較沒有 那麼厲害的管道 他們其實是很厲害的 這部分是我們可以協助他 那他也剛剛講到 哲學新媒體 新媒體在社群上面其實 網路有分部落格 YouTube 影片 Facebook 跟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這邊可以協助的是跟他講 每一個頻道他的特性是什麼 要如何去操作 要如何去下廣告 廣告如何下的才會準 用最小的額度去達到最大的效益 所以我們聽到的其實是有非常 崇高目標 希望把哲學變得更普及 一般也明白的一個新的創業方式 但他到底能不能找到自己自足 也就是他能夠獲得足夠多的收益 其實這是對社會的挑戰 也是對他們挑戰 我們先休息一下再回來 我們去看電視訊 這一集 明明文叫做最多的